大家好,我是张恶骨 今天轮到我和大家游夜讲 大家都知道世卫早前已经宣布了 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变为大流行 欧洲更加成为疫情的震央 英美抗疫策略令大家都觉得非常担忧 大家都知道我较早前都去过美国进行对话 看到的情况大家都觉得世界依旧 大家口罩都不戴 结果现在看到开始连美国的股市都告诉大家 这个疫情真是不简单 另外一方面,英国又怎样呢? 英国就采取一个消极防疫政策 也就是说他们放弃了围堵政策 改为一个拖延政策 怎样拖延化呢? 就是说呼吁市民,就算你发烧也好 你要留在家里自行隔离七日先 然后才叫我把车 还有就是如果你是有一些疫症的症状的话 他们都不会作测试,不会作治疗 所有的学校是继续开放,不会停科 因为英国的首席科学顾问就跟大家说 政府现在有意采取的这个叫做群体免疫的策略 听到其实我们都挺害怕 因为他们的策略是做什么呢? 就是希望英国至少有六成人 也就是四千万人染病 然后他们康复之后就会产生这个抗体 因为有了抗体之后,将来再有疫情的时候 都不会发生一个严重的一个病发的情况 但我们看到原来已经有三百多个英国和海外的学者 已经是联署反对这种群体免疫的策略了 好了,英国现在的情况是怎样呢? 其实我们也都开始见到 几间的大学里面都出现了确诊的个案 而一些的学校都开始转为网上授课 不过这个的中学小学仍然是继续上学的 所以其实我们看到香港很多家长都很担心 因为大家都知道 留英的学生可以这么说是非常之多 很多家长现在都叫小孩快点回来香港 欧洲美国已经不再安全了 因为根据袁国勇教授所说 如果英美继续对这些隐形的病患者 什么都不做的话,很害怕 疫情会在未来四至八个星期 会出现火箭式的上升 所以大家看到在过去几天 在英国很多我们留学的小蚊子 已经大家抢机位回来香港 令到机位的情况非常之紧张 在这件事里我们有几点都特别和政府提出 希望他能够帮助我们的小朋友 帮助我们的家长手 包括什么呢?第一,现在的机位这么紧张 特区政府一定要和航空公司做好敦促 要求不断加多些航班,多些机位 让我们的小朋友可以尽快回来香港 避免在英国受感染 至于有些小朋友仍然留在英国的话 也希望我们在英国经贸办公室的人员 能够跟进 提供防疫设施给他们 希望可以帮助他们在英国解决 日常必需品 或者防疫设施不足的问题 还有 其实现在大家都知道 过去几天有很多学生回来香港 未来一两个星期 也会有很多小朋友回来香港 但有几点 我认为我们香港 特区政府是需要注意的 包括什么呢? 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的小朋友 回来香港 其实他们都是非常有活力 很多时候家境也不是太差 所以回来他们都急不及待 出去约朋友 打球 昨天我进去地区的时候 有个家长跟我说 他的小朋友前天回来 昨天已经出去打球 其实这个情况 对我们香港现在的抗疫工作 可能会带来非常沉重的打击 所以我们在这里 希望政府 其实在机场回来香港的学生的时候 必须做好那个检疫 甚至要做一个快速的测试 确保我们回来香港的朋友 是没有事 然后才让他们回到社区里面 如果不是的话 很容易在香港 就会有第二波的社区爆发 我想这个 并不是我们大家想见到的情况 当然 亦都在这里呼吁 我们回来香港的各位留学生 希望你们能够 顾及自己 亦都顾及我们香港整体社会的利益 回来之后 真真正正 遵守这个家居隔离的措施 留在家里面 待这个检疫工作 完成了之后 才约朋友 才去打球 我们希望 我们海外的朋友 当然是健康安全 我们亦都希望 我们香港的抗疫工作 能够顺顺利利地完成任务 一起抗疫成功 请大家订阅我们YouTube频道 再Like这条片 多谢你